基层领长的工作十分的繁杂 从农民利、防疫物资、选举公报到各项宣导文宣发送 可说是五花八门 不仅耗费时间 而且会衍生许多出交通费等等额外的支出 而为了体恤领长的辛劳以及近年来高涨的物价 交易相公所在乡民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从109年开始来发放领长服务费 从每个月的1000元调整到去年的1150元 而今年起更调高到1500元 以体恤基层领长的辛劳 这些公所要来提高到1500元 最主要也是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大家庙、十八川、所有的林长 回去的辛劳 乡长张勇德表示 交易相内现有超过300位的林长 每年需要编列超过500万元的林长为民付费 虽然公所的预算有限但花的十分值得 也感谢林长们常年来协助公所的各项政务推展以及文宣的发放 不管是公所发放这个政令的这个宣度 包括管政府的这个文宣 我们的环保签结队 公所的这个共和信息 包括我们的 正常参加的这个我们的参加公布 还有公所最近的农民里 这可以说都是麻烦我们的林长非常多 公所可以说每一年会开到本领算500万以上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 在这里也要保护到我们所有的每一年的林长 一定要尽自己的这个质政 把我们所有的文宣 有得每一年都发到我们的家庭 林长们牺牲下班后休息的时间 完成公所所交付的工作 公所未来仍有赖各林长 勤轴林内各住户为相关的物品 文宣以及政令宣导来发放等等 以力推动各项政策 一旦新闻记者是世民 采访报导